好了,回来了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先讲一下财经消息 先讲一下美市 道禽斯公共平均指数 33414.24 跌了270.29 跌了0.8% 标准库258指数 4090.75 跌穿4100 跌了28.83 跌了0.7% 纳斯达克指数是12025.33 跌了55.18% 跌了0.46% 那 股市当然不多 欧洲方面如何呢? 来讲一下欧洲方面 欧洲上升了 法兰克福德国Dex指数 15815.06% 升了88.12% 升了0.56% 还有英国伦敦富士 由7788.37% 升了15.34% 升了0.2% 还有法国巴黎克指数 7403.83% 升了20.63% 升了0.28% 那 今天股市跌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有个理由的 就是 这个 预期了 这个就是 联储局 加息 因为已经加了 其实一早已经有预期加了 我们也说了 应该会加0.25厘的 但是 市场是紧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周一 才出了消息 第一共和 这个昨天我们也有说过 第一共和被摩根大通修购约 其实我们很快也有说给大家看 那么 当然我那时候也有说 他们一定是找下一家目标的了 因为 就是吃碎之味 那么 昨天我们有说到 一家叫 Pack West 就是太平洋西部 或者太平洋西方 Pack West 他们 这间银行 大煲领落 在交易时段 它又不是跌很多 交易时段的时候 交易时段跌了一点 但是 这个呢 真是经典 史后呢 它跌了六成 真的 真是麻烦 一看到 哇 哇 呆了 现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一声 跌六成呢 现在就收回一点 之前跌到真的六成 现在就升回一点 现在是五成五左右 跌了55.92% 哇 我一听到这样的 最初 最初不是 最初是59% 真的就是60% 那么 他们有报告出来 就说呢 他们现在要看看自己有什么选项 有什么策略性的选项 哈哈哈 战略性的选项 应该不是策略性的选项 strategic 这个options 他是这样说的 那知情人士怎么说呢 他就说呢 现在的银行 就看看可能会卖盘 也会请顾问去评估 就是他们的银行 那些长期规划 那么 现在有两间 顾问公司就帮他们 那 那 一间呢 就叫做Piper Sandler 另外那间呢 就叫做Stevens 那么 这两间 就是顾问公司 就帮他们 那 这个是彭博最初补出的 那他星期三晚就在想一些选项 那 其实这次爆锅 你看到全部都在美国西岸 差不多 差不多全部都在美国西岸 除了Signature Bank 这个直供银行 当然是在西岸 那么 这个First Republic 现在爆地那间Pag West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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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矶的 就是 太平洋西部 或者叫做太平洋西方 似乎你怎么译 他们 搞到现在这样呢 其实是 跟那些 沽空机构是有关系的 这个 Pag West 他现在的市值 就是 大概是 7亿5 今年年头到现在 其实已经跌了7成2 他们的市值 是 常规交易时段 跌了2% 史后 再暴跌 这个太平洋西部 跟这间 跟 澳洲那间 Westpac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一定要讲 他就叫Westpac 澳洲那间 这个 这个 美国那间就叫Pag West 是不相同的 其实 Pag West 有没有很严重的危险呢 其实他之前报了出来的 就是 截至3月31日 第一季度的存款 就跌了50亿美金 那 就去到 就是 存款就跌剩 282亿美金 那 不过呢 那 他们 出了来说 就是3月20日 到3月31日的时段 他的存款 就多了11亿美金 其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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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存款跌是否和 直供银行 以及 Signature Bank 有关呢 那 看上来 就不多次 那 那 还有另外一间 就是 公司 也是暴跌的 就是 现在在 就是 那些叫做 现场交易时段 就是 收市后的时段 那间叫做Western Alliance Bank Corp 之前我们昨天也有提到 这间西方联合银行 Western Alliance Bank Corp 他 史后 是跌了 百分之 二十五点五七 即是跌了四分一 现在 他最劲的时候 跌了百分之二十七 他们的数据 都是 大波领落 其实就是 这些地区性银行 在收市后的时段 其实是全线地跌的 因为 S&P 他们有个地区银行的ETF 他叫做 SPDR S&P 地区性银行 ETF SBTR S&P Regional Banking ETF 这个就是 那些基金 那些地区性银行的基金 他 这个基金就不是只有 一间银行 但他整体都跌了5.3% 所以 其实 不是很妥的 其实 美国是 那你说 美国会不会 就是 金融霸权要收皮呢 那 我也说过很多次 美国不会那么容易收皮的 但是 他们会不会 就是 搞到其他地方出问题呢 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问题 会不会搞到 那些新兴市场糟糕呢 我认为是一定会的 其实 这个就是 那些人现在说 要去美原化的诱因 就是 结果现在 所有东西都跟美国 在一起 就是 美国没事的时候 就一起安好 美国有事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都会打冷阵的 其实是 那 那 这次是 糟糕的了 这次是糟糕到不得了 那 那 现在这个情况是不理想的 美国这个情况是 这个骨牌效应 就是很明显 第一间 就是再中的 就是 第一共和之后 就是 PAC West 接着之后呢 就是 Western Alliance 已经是看到他们怎么走的了 那 那些大银行 收拾了 这些小银行的资产 他们会不会赚多很多钱 其实是会的 其实是会的 所以 现在 你看到的情况 就是 大银行还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 扔政府胸口 这次 这个 摩根大通 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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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共和的资产的时候 他在政府里扔了胸口 那 今次 之后 會不會 PAC West 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 Western Alliance Bancorp 会不会有可能 都是同样的情况 其实 也是会的 另外 还有 Comerica 这间公司 Comerica 这间公司 也是中小银行 Comerica 就是 他的银行 叫做Commercial Bank 专门做 中小企生意 那 他 在市后 也跌了8.9% 他的交易时段 其实已经跌了4.41% 所以 现在是轮住死的 那还有一间 就叫做 Key Corp 那 Key Corp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也是 做中小银行的 那 他还有做什么呢 就是做Commercial Leasing 那些 这间 他有做Consumer Finance 就是 也是 中小型银行 这间 他在市后 交易时段 交易时段之后 跌了7.03% 那么 那些中小银行 是 奶奶的 那 这个 Key Corp 那间银行 就叫Key Bank National 就叫Key Bank 另外呢 还有一个名字 就叫做 Consumer Bank 还有一个Commercial Bank 那 那 总之 他们 都是奶奶的了 现在看到有 那你说 可不可以跟手沟一沟 那你胆大可以 胆大可以 不过 你要 找到一个合适的经纪 帮你做才行 好了 说到这里 其实都差不多了 不过 那 就是 你说怕不怕 要不要换成人民币 就是把港币 我提醒大家 不需要害怕的 真的 真的不必要害怕 这个联系汇率 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还有呢 当美国出现危机的时候 或者金融系统出现危机 应该这么说 不是说美国出现危机 金融系统出现危机的时候 美元是会涨水的 所以 这些 真的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你说 拿着港币 怕不怕美元崩溃 或者换成人民币 暂时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好了 那么 Wincent伯罗拉就说 中小型银行 有得震 没得分 是 这个绝对是的 这些就是大洗牌的震痛 一定有 那震痛是 会很严重的 今次 所以我早就说 今年不会好 今年很难好 还有 就是联储局 他再加0.25厘 其实就告诉大家 他是有决心去整个通胀 也有决心去 就是 用任何代价 付出任何代价去整个通胀 就是他们不怕了 就是他们评估了 其实应该是 他们那班人 那 大家自己小心 我自己 建议大家 都是 个人 意见 不要太重磅 为什么说不要太重磅 因为随时 可以暴跌的 好像昨天 举个例子 AMD超微 说他股价大跌 他昨天真的有百分跌 他也是大领落的 而且他 这个超微AMD 他们的成交量是很厉害的 特斯拉的成交量 特斯拉的成交量 就是 亿几股 他也是亿几股 特斯拉 就差不多1億2千万股 成交的成交 超微 差不多1億1千万的成交 那股数 但是你要记得 超微 其实小过特斯拉很多 所以 前景也是 不是很乐观的 整体来说 前景也不是很乐观 那 你说的很悲观 事实上 是这样 我只能够说事实 難道我明明看到 很悲观 我也跟你说 没事的 很乐观 不是这样 Winson 伯禄拉就说 债务上限一定增加 遗约大家都没得玩 他们要做些事情出来 共和党有 就是 他们又在想一件事 共和党有 他们要衡量一下 就是 他们不断拖着 这个债务上限提升 对他们的 政治上是有利 还是没有利 这些是他们会考虑的 好了 说到这里就算了 很多消息 我们也很早就告诉大家 那么 就是 贴着我们 就应该没有死的了 消息是很准的 如果你有听《神邦第一线》 应该最新最快的消息 你应该都知道了 好了 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讲其他话题 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